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高開低售,佛口蛇心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升了21點,收報25724 成交873億,比昨天多一點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高開低售 開市時很厲害,開市時升了308點 開報26001點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你見到開市時,已經是全日最高位 之後一直向下跌,高開低售 所以說佛口蛇心,其實不只是說市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去形容 包括中美貿談,現在表面好像有得談 九月份,究竟是不是開會 現在都不知道 不過,假設他會開會,表面好像不錯 但是最吊詭的地方就是,會就可能會召開 好像表面大家就說在商談之中 特朗普告訴大家,是在不同層次 不同層次的,大家聊電話的層次都高了 可能就是暗示一些很高層的人,跟他會談 但是呢,關稅就照加 九月一號,今天是30號 即是說,過多兩天 過多兩天就會,中美都會互相加對方關稅 表面說有得談,但實際上都是加關稅 九月加完之後,十月又可能會再加的 我也寫過,10月1號的時候 亞美利堅合眾國發黎河點 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國慶 但是與此同時,要加你關稅 現在這件事情很吊詭的 會不會是佛口蛇心,說就好像大家有得談 但實際上,中美貿易戰不但沒有緩和 其實一直都有升級感之中 大家這件事情要注意的 港股今天的走勢也是,表面好像很正 一開的時候,可以重上兩萬六關 最主要原因是,昨晚美股升得很厲害 美股昨晚升得很厲害的原因 都是因為憧憬,中美貿易戰不可以展開 美股高收,港股今天高開 高開之後一開,全是最高位 一下一路,不斷滾下去 就是為了什麼呢? 可能是為了補之前這個下跌裂口 因為之前8月23日和26日之間 有一個下跌裂口 這個下跌裂口,今天就補了 補了這個下跌裂口 如果你站在這個裂口之上收 當然,又來好些 但是現在站不到上去 站不到上去之餘 其實都是比較低收的 下午的時候倒下跌過的 最低的時候跌到25,536點 就跌了167點 當時,這裏一落 本來利好的情況消失了 消失了 後市最重要是升破這個 8月19日這個高位 26,536點 26,35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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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穿這個位 短線才可以由黃燈轉到綠燈 否則的話 繼續黃燈 繼續黃燈 保持警戒 不要太容易受到短期的反彈 好像很厲害的信號 干擾你 因為這些可能都是假的 還要保持警戒 怕它會跌穿下去 其實現在不一定要跌穿 8月15日低位24,900才轉紅燈 當然,最傳統應該是這樣說 跌穿這個 但實際如果跌穿8月26日低位 可以說四分三都要先轉 都應該要轉 那這裡是多少呢 25249點 25250 如果拉斜軌跌穿的話 又是要開始擔心 無論如何都好 短期現在在這裡橫行 黃燈訊號 不要這麼容易相信這些 輕微反彈 就說好 今早就聽到很多人說 可能會轉勢 因為昨晚美股高收 中美貿談又來了 但其實實際的情況 就不太樂觀了 還有一件事 今天那個沽空比率 都還是很高的 今天呢 八百幾億成交而已 八百七十三億成交 裡面的沽空金額 有205億的 主板有205億是沽空的 佔比例是21.8% 21.8%是很高的 就是一個高的沽空比例 其實有很多市場還在看著市場 一定有機會łość 好的 謬談說過一些本地情況 本地今天 inward 公預 haber到七月份的零售額 跌便15.9% 比較好 預期原因就應該高一點 但是比較好 如果 sale 那七多月份下跌了15.9% 逆uke 7月份都應該跌得幾金 應該是比7月份更加差的 這個暑假所以加起來 其實都是比較差的情況 如果這個差的情況繼續持續下去 大家都知道對本地的股份也是受影響 所以大家還是應該要小心一點 國企指數今天走勢好一點 國企今天升90點 比鉗子要多 不過國企這幾年 月線圖是一個打橫行的趨勢 由於受到很多重磅 譬如內銀的影響 基本上有波幅就沒有升幅 暫時來看就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形態 都是一個打橫行 打橫行是 沒錯 可能現在是在近期的低位 因為今年一月初的時候 我們都跌穿一萬 最低去到9,700 我們今個月最低也是9,700 似乎都是去到之前的低位那裏 不過減 現在來看都沒有比較明確的反彈 所以不要這麼急去搏 內地其實現在的政策 都是比較採取一些手勢 它不是很想大幅度去吹谷 它只是想穩定經濟 出了20條 就是刺激消費 對某些消費型股份是有利的 所以有些股份都不斷創新高 但是整體整個國企 或者整個大圍的方向 它都是想保持平穩的 因為中美貿易戰 在美元之下 它都不會大手去谷 事實上這個星期 其實都是說 有回籠一些錢的 它不是放水的 人民幣方面 今個月整體跌了3.6% 3.6%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是已經是25年來 即是1994年 人民幣幣幣以來 單月跌幅最大那個月 近日曾經去到7.17% 即是在岸人民幣 今天佈了7.14% 其實還是見到好像十級而跌 向上就是人民幣跌 所以它都是比較偏遠的 就不要因為這幾天 是彈一點點 覺得就沒事了 因為這兩天 就是因為說 中美物有得談 所以好像彈了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 人民幣這張牌 即是偏遠這張牌 自從它棄手這個七算之後 其實就應該要是 相信它會是採用的了 即是說人民幣有機會 它會略略地貶值 就是應對減輕它那個壓力 即是外貿的壓力 好 人民幣其實如果是偏弱的話 其實A股都不會有什麼 即是很大幅的上升 譬如說早兩天是因為 就是說那些入魔 那個比重增加了 這樣又好一點 但是之後 都是在2900那裏還行 即是沒有說明確地衝上去 所以那些 即是說那時候 因為那些基金 要追回貨那些 利好因素 其實一兩天又消失了 不是很覺得見得到的 所以又不是很相信這些 至少它還未升穿 之前這些7月30號那些高位 2965甚至乎 最好這個是一個環行區的頂部 7月2號那個高位 是3048 即是3050區 你升得穿這些 才是說有機會是中長線好一點 否則的話 這些短線都可能 當它是一種反彈形態 何況現在實際上 早兩天輕微叫假突破過 跌跌跌跌跌 接著又進回環行的走勢 我自己覺得就是 採取這個手勢 當它是黃燈信號 現在短線都是黃燈 官網代變的 甚至乎要警戒一點點 那麼 美股又是不是好呢 美股呢 都不是一定很好住 最重要要看什麼呢 去到26400 昨天就衝上去 最高是輕輕升穿 26400 是26408 最高 就剛剛之前 之前這個位 之前那些高位 就去到 這個高位是26427 去到之前那裡就回了 或者看到阻力 是不是能夠升得穿 站在其上才是關鍵 站在其上 突破這個環行區 有機會轉回好 到期時 美股可以轉回綠燈 記住 美股轉回綠燈 不是港股 不是內地股市 因為他們可以什麼呢 他們可以 要求聯儲局減息 或者是 特朗普可以推減稅政策出來刺激 再加上貿戰 那些方面 他就說離好他 所以 美股就有機會轉回綠燈 要記住 站在264樓上 資上收 就是 之前這個前浪頂這個位 資上收才是 但是 都要小心 因為美股實際上 其實環球的經濟 或者美國的經濟 其實都很脆弱 很多人都說 美國其實 如果真的加關稅的話 美國下半年 即接下來這個聖誕 這些都會影響到的消情 所以 美國的經濟是不是好呢 我自己都抱有這個懷疑態度 最主要是因為債息倒掛了 這一刻的十年期債息 還有兩年期債息又倒掛了 兩年期債息這一刻 就報1.54厘 就高過十年期的1.526厘 那這個倒掛都變成是這個新常態 就是兩年高過十年這樣 那這些反應是衰退的 過去那麼多次都準的 那這些一定要相信他 好了 所以就真的要有少少戒心才行 那還有呢 回到廣估 如果技術上高 就是雖然這個死亡交叉 就不是常常準的 時準時不準 不過都作為一個參考 就是五十千線跌穿二百五十千線 這樣 那 起碼作為一個參考 就是不要這麼樂觀 這麼快樂觀 如果你看到周線圖 現在 恆子都是在一個低位那裡爭持 什麼叫低位呢 就是我覺得 你這裏六月二號本身有個低位的 26671的 那這裏有一個下跌列口的 就是說中線一點的時候 如果你彈得上來補回這些 去回這個前浪底之上 那是不是穩陣一些呢 我們逐級逐級來 就是不要這麼快說 現在一見到反彈 就一定覺得跌完了 沒事了 又可以了 試過很多次 都不要這麼快輕鬆樂觀主 這樣 保持一個現在 就是一個警戒的心態 黃燈信號 那當然 有些有錢佬 就可以開始爭持 如果現在 看著這個節目的觀眾 如果你是 好像李嘉誠那麼有錢 或者那麼有信心 對他自己的公司 那你說我爭持一些 很有實力的股份 可以嗎 李嘉誠可以 他連日來 增持了一隻長實集團 連續四日增持 過去四日都增持 李嘉誠基金會 在8月26日到29日 就共買入了1050萬股長實集團 26日平均買入價 是53.098 27日是54.48 28日是54.9 29日是54.7 今天我相信 他可能都有增持 因為都下來了少許 但是今天沒有數據 還未知道 連續 他連日增持 李嘉誠增持 沒有問題 增持自己的公司 不過你看到增持完 其實這幾天又下去 收53.25 其實27日 28日 29日買的 今天收市位 都低過他之前的三天買 除了他第一次 26日買的 就53.0989 今天才高 一點點 那樣 所以欣賞 今天分析就此為止,多謝大家收看